Hi 大家好 我是Kiki 又到了第二集的最近韓國 上一集就說到其實韓國疫情再次爆發 韓國政府在8月30日開始 將疫情升級至2.5級 未到3級是2.5級 由30日起 普通餐廳和咖啡店 9點到早上5點是不可以 內容 只可以外送 而且就算在內容期間 都要保持一個社交距離 以及要簽名登記的連鎖咖啡 連鎖咖啡大概有些什麼呢 大家可能所知的 EDR 還有Tosan Place 江茶 Starburst 都是一律不可以內容 只可以外帶 其次呢 健身房和運動場所都停止營業 本身呢這個政策呢 其實就是實行到9月6號 現在呢 將會延長一個星期到13號 首爾區的主要是 其他市呢 都有可能會延長兩個星期的方案 現在是考慮中的 政府都表示呢 其實呢 這個政策呢 有可能 隨時會ready到3級 但是 在這裡生活的人呢 大家都是覺得 不會 沒那麼快會 因為畢竟呢 升到3級的話呢 那些食肆那些呢 都要關門的 所以呢 其實他們都比較慎重去做這個調升 因為關乎到經濟 那呢 由疫情開始到至今呢 其實最多人關心的呢 就是其實韓國人呢 究竟有沒有好好遵守 去戴口罩這件事呢 甚至呢 在前一陣子呢 在網上呢 就傳得很厲害的 就是由這一條片 就是由一個呢 五十歲的阿叔呢 在地鐵裡呢 被乘客呢 要求呢 要戴口罩 那那個阿叔呢 就不滿了 一手拿起拖鞋呢 就掌刮那個乘客的 之後呢 後來呢 側面的人呢 還說他呢 然後他呢 還去捏人家的頸 然後又去打人 又拿把傘去打他 然後呢 之後呢 就造成一個大騷動的 當然那個阿叔呢 在下一個站之後呢 就被人抓了的了 但是他的解釋呢 只是說 他不知道要戴口罩 還有他不知道 不戴口罩要罰錢 唉 到至今 都還有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完全不覺得 這件事是可以 不知者不罪 那你不知道人家提醒你的話 那你就聽吧 為什麼要打人呢 是不是 回到問題先 其實韓國人 遵不遵守戴口罩呢 其實就是 以剛剛的影片為例 那 雖然有那個阿叔 不戴口罩 但其實都是有人去 提醒他戴的嘛 在另一個觀點來說呢 其實呢 韓國人呢 大部分的人 極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是遵守戴口罩的 只不過他們 我覺得就是 喜歡 因為一直以來 從第一單開始 都是聚集 然後第二單 尼泰園 都是聚集 第三單 現在教會 都是聚集 他們就是 不可以坐定 還是在家裡 然後就是要出去 還有其實 甚至是 從未實行2.5階段 政策之前呢 其實是我自己家附近的 有一些 club 他們每一晚幾乎都是滿人 要排隊進去的 最搞笑的就是 在5月到6月的時候 附近還會有新的club開門 他感覺是開來倒閉的 因為他開了大約 兩個星期都沒有 我就沒有再見他開過門了 所以其實韓國人呢 最大問題是 他們不是戴不戴口罩 而是他們 不肯坐定定在家裡 做好一個防疫 和保持社交距離 甚至是 韓國其實已經開始入抽了 準備 大家如果有來過韓國 都知道其實韓國的秋天 真的很好天 最適合是什麼 最適合就是匹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韓國是聚集了人 滿滿的 而且是 我已經是看不到韓國 疫情之後的任何狀況 就是 他們隨時都會爆多 第四、第五的集體感染 但當然都希望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希望他們真的 自覺一下 接下來就是講一個 大家做粉絲的 都挺開心的消息 應該是 有提出了有關修改兵役法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韓國的男生 一致是正常的男生 都要當兵 但有議員提出修改這個兵役法 首先 如果為社會有貢獻的人 就可以允許被研治 28歲才當兵 怎樣為之有貢獻的人 例如 可能代表國家去比賽 運動員等等 只要這個法定被通過 其中作為文化產業的Kpop Idol 甚至可以允許三十歲 只要他在文化產業 藝術產業 這方面 又工作超過三年 又得獎 便可以了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自己 當兵有什麼感覺 我自己在每一個階段有不同 因為我自己是Super Julia的粉絲 追蹤了差不多十年 等他們都等了差不多十年 足足等他們 這麼多個出來之後 應該是一年前或兩年前的事 我都不記得了 好像一年前 因為已經是記憶蒙糊 由我年輕開始 那時候還記得 離得入午的時候 是哭到七彩 到之後 你移動的時候 我也有去送他 少哭 少眼淚 然後 歸然 沒有送 不過已經沒有哭了 因為已經是年齡不同了 小時候都覺得 很可憐 我們不幫他當兵 但是長大了的時候 加上我自己的男朋友 現在也是韓國人 他們會 當然會很害怕當兵這件事 但是 他們也有這個說法 就是 其實韓國男生當了兵 才叫做成長 還有 其實他們有這個很神奇的文化 我之後才知道的 就是 他們當了兵 退不出來 是另一個人生 很多時候 他們第一件事會做的 就是 他們不會再用之前的電話號碼 就是會用新的電話號碼 然後重新去斷寫你 一些真的會聯絡的朋友 和不會聯絡的朋友 重新一個新的生活 我覺得 哇 好神奇 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覺得 只要不要去想太差的話 盡量 我執屁 怎麼說呢 你都避過不了 那只可以 享受 既來之 則安之 今集的最近韓國時間就到這裡 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 不妨給個like我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更多有關韓國和旅行的資訊 我們下一集再見 안녕 안녕 이제는 안녕 이 말 도저히 알 수가 없어 너로 가득 찬 내 마음 在這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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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 是我